首先呢 我們先變形它一個這個龍手的一個部分 剛剛忘了講它這個手的部分呢 是可以就沒辦法是旋轉 所以就只能往裡面往內翻 然後把手的話就轉成一個龍形態正常的一個 其實就非常簡單 就你把手的話拳頭給收起來 然後把它往上翻 這樣的話就行了 然後後面這部分的話就看個 然後我是習慣會把它往前放 然後龍的嘴巴的話 你這個時候就可以稍微打開一點了 然後另外一邊呢 再把它這個頭部的部分呢 因為它這個地方的話是有一個關節 然後把它給收進去 然後另外一邊這個尾巴的部分呢 就應該是這樣子吧 因為它這部分的話有一個關節的關係 所以都要我也不太清楚到底是要怎麼擺 然後再把它這個腰的一個部分把它給往前放 應該是說往它的一個左邊的一個方向轉 然後再把這一塊 它這頭的部分呢 它這頭的部分呢 要轉過來的話才往下壓 然後這一個背部的這個零件呢 要把它給往前放 然後在這邊 各位看到這邊都有一個關節 把它也給往前放 然後這邊的話有一個 凸對一個凹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這個卡扣要稍微的對整些 然後呢 再把它這個龍形態的一個這個手臂的部分 各位看到這裡面是有一個 凸的 對應這邊的這個凹 把它給 你這個要扣好的部分的話 是稍微有一點困難的 所以都要盡量的小心避開一點東西 而至於手的部分呢 就先把它給往前打直就行了 然後至於這個身體這個原本腳部的部分 依靠這邊的一個往後拉的一個關節 把它給往後拉 然後這邊的話會有兩個關節 所以它要分離 然後後面這部分的話 說實在的話我是真的不太清楚 所以它應該就把兩個關節都往後放 不過我這個時候就不太清楚它這個 那後面這個到底是要做什麼的 所以的話就 如果有誰知道這個正確的一個變形過程的話 那還請各位就麻煩教一下 因為這個 這邊是有一個凸的 然後應該是對應這裡面的一個洞 把它給對應住 是要卡住嗎 因為它這個刀的部分 它這個劍的部分 它本身是一個軟膠啊 所以的話 應該是不太好扣 然後這一片 這一片淋膠就把它給往上翻就行了 稍微的遮住後面的一個空洞的一個部分 這個部分也要把它給往前 然後腳部的部分 就把這一塊 這一塊腳板的部分 是把它給往前放 另外一塊也是 然後 其實這邊是有兩塊關節 不過我搞不太懂這兩塊關節是要做什麼用的 因為也沒有一個固定的一個卡榫 這麼一來這個龍形態來說 非常霸氣的一個嘲笑的一個變身過程就這樣子結束了 而嘲笑的一個龍形態呢 你要說它可愛也行 要說它兇猛也行 因為它整個來說的話 算是一個非常帥氣的一個恐龍形態 我們先看它一個可動的部分 可動的話 龍形態的這個頭都算是還蠻OK的 這個頭的話 可動方面的話 比起之前跟各位介紹過的那個三角龍鐵塊的話 是好過非常多啊 然後牙齒的部分的話 這個牙齒它是 雖然是頓的啊 但是你有時候大力壓的時候還是會痛啊 這當然大 然後嘴巴最大的話就 可以開很大 不過應該最 至少 最大的話應該就只有開到這樣子吧 這個 這個部分好像是一塊肌肉 所以的話就 要注意一下 然後眼睛的部分呢 它好像是上了一個黃色漆吧 這個應該是 那個 之後的那個 那個 那個 前一陣的那個主人 所上的 然後 頭到也可以往下看啊 這個 就很厲害了 不過我真搞不懂 這麼小型的一個機器人是要去哪找 我們把這個鋼鐵拿來一次 它是可以咬住的啊 這個 就很可愛的一個部分 然後 手臂的話這邊的話是一個球關 所以的話你要比出一個姿勢的話都還算OK 不過這地方就沒有關節了 所以的話你要做一個往後看 然後自己 騷頭的一個動作是 OK啊 這樣的話就顯得是 整體來說就變得很可愛 然後尾巴部分呢就 剛才這個部分我還是搞不太懂 是到底是要怎麼扣啊 所以的話就 如果各位有一個正確的變法的話 還請各位麻煩告知一下 在下方留言告知我一下 尾巴的話就很可惜啊 沒有任何的可動 有人是把它這個尾巴的話 改成一個可動的 不過那個改造的話 我之後可能會再動刀改造吧 因為現在的話還不太想改 然後腳步的部分呢就 呃 還算OK吧 它一個抬狗殺尿的動作是 可以做出來的 不過因為這一塊的關係 要擋 要擋住後面的這個空洞的部分 所以大家 你如果要維持一個美觀的部分的話是 還有待加強的啊 這個 吉隆這個 就很棒的一款吧 我個人覺得 因為一個人形態的話夠霸氣 然後龍形的話可動的話也是非常的讚啊 所以的話 我整體來說的話 這 TF4的一個恐龍小隊部分 我當初最想收的就是他和那個翼龍啊 如果後來那個翼龍的一個部分的話 就一直沒找到喜歡的 所以的話後來有秤便宜就有200塊就入手 這款 而這個造型來說啊 我是整個非常喜歡它一個孔形態的一個造型 就非常可惜的是它的一個 體性的一個部分呢 就大概是兩部車子長 但是如果你拿出一個 準心來看 應該要騎在它身上的準心竟然變這麼大 其實應該這個 這個吉隆實在是太小了 所以它就 我身高來說這一次 就 這個電影4系列的 孩子寶 這個是 身高一個比例方面 真的是被罵很慘 我是覺得你可以用一個原版的 就正版的一個品質 來做成VG的一個模子吧 但是就 我也搞不懂這個是在省什麼啊 這個 你抵達幾的是幾乎是完全不用賺 你就做成一個VG的也好啊 這樣的話至少身高部分的話還算是OK 或者你也可以再多加修改一點點 做成L級的也還是會有人買啊 就 會買KO或放大幾乎都是因為不喜歡它這個 只有Dilus級的一個比例啊 就 就是一個非常 非常可惜的一個部分吧 呃 那麼今天的節目就先進行到這邊吧 謝謝各位今天的收看 我是主持人黃一生 那麼我們下集再見 掰掰